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re is 或者they are 这个单元呢 我们学过一个关键的句型 表示有 there is 或者they are 那么我们首先做一个听力练习 我们来看看 listen and take 听并且选择 好 这里呢 一共有四个小题 都是关于什么地方 有什么 好 我稍微来解释一下 比如说第一小题 我们这里看看 这里呢 这个表示山 表示山 也就是我们学过的 heel heel 好 这个地方呢 表示湖 就是lake 那么这里 我们没有学过 但是这个地方是河流 河流 river 好 等会儿呢 主要你判读啊 看看 这是山 这是湖 这是河 看看 有一个句子来表达什么地方 有什么 来听一听 好 那么第二题呢 这里是我们看到小鸟 空白的地方表示天空 天空 sky 好 这边呢 是云朵 云朵 小鸟我们都知道是bird 很多小鸟 birds 那么云朵 cloud cloud 好 如果很多云朵 cloud 好 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第一题和第二题 这个题目呢 我们会做两遍 第一题呢 第一遍呢 就考验大家的听力 第二遍呢 考验大家认单词的能力 好 首先来听一听第一题 到底我要描述的是什么地方有什么 好 listen carefully 认真听了 there is a lake near the hill there is a lake near the hill 好 再听一遍 there is a lake near the hill 好 可能你听到有陌生的词语 但是你应该听到了一个关键词 对了 lake 是吗 对了 听到了一个关键词 lake 所以做听力的时候 有时候也讲究技巧 听到关键词 找关键词 那么如果我们刚刚告诉你 知道这个是lake 那么我念的有一个lake there is a lake 就是有一个湖 near the hill 在这个山的附近 那么第一题应该是选择 跟湖有关的这个选项 我们这里选择a 好 我们来再听听第二题 看看到底是跟 这一幅图里面的有关 还是跟这一幅图里面的有关呢 来听一听 there are some birds in the sky there are some birds in the sky 好 最后一遍 they are some birds in the sky 好 告诉我们听到的关键词是 什么呢 非常好 对了 birds 是吧 小鸟 很多的小鸟 birds 那么自然我们就应该是 跟这一幅图有关系 对不对 刚才老师念的这个句子 是说在天空中 有一些小鸟 there are some birds in the sky 那么这一题 我们同样的也是选择a项 there are some birds in the sky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第三和第四题 好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这是草地 草地上呢 花朵 中间有花朵 这边呢 这是一条河流 河流旁边也有两朵花 那么待会听听 看到底是跟草地上的花有关 还是跟河流旁边的花有关 第四题我们来看一看 好 这个弯曲的呢 包括这里这个弯曲的呢 是指小路 就是比较窄的那种路 好 这里呢 是一座小山 这里呢 是一些树木 等会听听看看到底是关于 小路 小山 还是小路 树有关的句子表达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三和四这两道题 listen carefully grass 对吧 对了 这个句子里面确实有这两个关键词 flower there are some flowers there are some flowers 到底是关于小路跟山 还是小路跟树呢 还是小路跟树呢 来听一听 there is a path near the trees there is a path near the trees 好 最后一遍 there is a path near the trees 那么这个题目 这个句子里面啊 似乎有一些不太清楚的词语 对不对 但是听到了一个关键词 应该是 哦 你应该听到了一个 there is 还听到了 哦 还听到了trees 对吧 对了 那么跟trees有关的 就应该是这一幅图了 刚刚这个句子是说 这儿有一条小路 在哪呢 在树的旁边 there is a path path near the trees 在树的旁边 有一条小路 那么这一题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壁像 好了 这是练的是我们的听力 接下来 我们会再听一遍 这些句子都出现在这里 那么你要听 根据听来选择 这些词语 那么要认单词了 第一题 看看这个括号里面 应该选择哪一个词 首先这个是 哦 是lake 对吧 认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刚刚说的河流 小河 reve 注意一下发音 这个字母v 用上面的牙齿 咬下面的嘴唇 咬到里侧一点点 reve reve 这是表示河流 好 听一听 there is a lake near the hill there is a lake near the hill 相信你们都做出来了 对吧 因为刚刚老师已经提示过你了 这个表示 lake 那么这一题当然就是应该选择 lake 这个词语 好 这里有一个near 这个词哎 我们没有学过 前面学过 on 表示在什么什么上面 in 表示在什么什么里面 还有个under 表示在什么什么下面 对不对 那么在什么什么的附近 或者在什么什么旁边 我们就用这个词来表示 near near the hill 在山的附近 山的旁边 near near the hill 好 我们把这个句子来完整的念一遍 there is a lake there is a lake near the hill near the hill 好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呢 我不来提示了 请同学们来根据自己的判断 来选择 there are some birds in the sky there are some birds in the sky 啊 这一题我相信对你们来说也非常简单 对吧 因为这个birds 大家都知道了 对了 就是这一个词对吗 是的 there are some birds in the sky 好 这里我们稍微认识几个词语 some some 来是一些 一些小鸟 some birds 这个数量可能就不确定 some birds 所以这里呢 也就是复述的概念 我们就用they are 来表示有 there are some birds 好 这里有一些小鸟 好 在哪呢 in the sky 哦 在天空里面 在天空 在空中 in the sky 这里的sky sky 就表示天空的意思 in the sky 在空中 在天上 in the sky 好 我们把这个句子 完整地读出来 they are some birds in the sky they are some birds in the sky 好 非常好 好 我们看看这个词 我们也认识它一下吧 cloud cloud 云朵 那么很多云朵 加个s clouds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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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表示云朵 第三题 好 同样的 这里有两空 请同学们要认真 来听 选择 这两空 分别是选哪个词 they are some flowers in the grass they are some flowers in the grass 是不是也不难呢 对的 首先 they are some flowers 第一空应该填 flowers 那么这里我们首先选择 flowers 好 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grass 哦 是在草地里 所以后面这一空应该是 in the grass 好 那么这个句子 刚刚我们学过的 some 这里有一个一样的some 一些一些花朵 they are some flowers in the grass 这个river 也是刚刚所学过的 要是河流 river 好 这个句子 我们把它完整地读一遍 they are some flowers in the grass they are some flowers in the grass 好 最后一题了 啊 这里 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 汉语意思提示的一个单词 path 好 这里注意一下 也是th的发音 th的发音 注意一下 咬蛇 path 咬蛇 这个字母A 也是我们多次学过的 a a pa path 好 我来念这个句子 你来选择括号里面的一个词 there is a path near the trees there is a path near the trees 啊 应该很简单 对不对 对啦 应该是选择trees 好 那么这个句子呢 今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词语 表示小路 小道 path there is a path 这儿有一条小路 啊 刚刚说过的near 表示在什么什么附近 near the trees near the trees 好了 哎 关于这个 there is 和they are 的练习 我们就 今天就练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哦 故事时间 story time 好 我们看看 我们的故事是关于谁呢 哦 原来这个故事是关于我们的老朋友们的 还记得他们吗 哦 这是 Jo Lily 对不对 好 这个是 Bill 哎 这三个小朋友 看看 他们好像应该是在一个公园里面吧 看看又有 花呀 树呀 对不对 好 他们去公园里面 可能去观赏一下 看看他们都说什么了 首先 Bill跟我们说 I like trees I like 也就是喜欢 我呢 喜欢树 描述自己的喜好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句子来表达 I like 我喜欢这些大字栏里面的树 I like trees 啊 这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喜欢的树呢 啊 是 可能一般情况下 不是某一棵 而是表示树这个种类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复述形式 就是说我们一般描述为 I like trees 啊 不是说 I like trees 哎 要加个S I like trees 哦 Bill呀 非常喜欢树 好 然后呢 Joe这个时候说 look 他说你看 they are trees in the park they are 有 trees 有什么呢 啊 有树 in the park 哦 在公园里面 在公园里面啊 你看 正好这儿有树呢 look they are trees in the park 好 我们吧 哎 这两句对话 把它读一下 I like trees 很好 look they are trees in the park 再来一遍这个句子 look they are trees in the park 好了 Bill喜欢的是树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 另外几个 嘿 同学 他们喜欢的是什么呢 哦 还是Bill呢 Bill不仅喜欢树 他还喜欢其他的 看看他说 I like boats 哦 我还喜欢 哎 船 对了 I like boats 哎 这个boat 加了S 那么加S之后的发音呢 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这个TS 发成 词 就是有点像 这个声音一样的 但是轻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就表示 船的数量啊 不是一只 就是表示船这一类 boats 我喜欢船 I like boats 我喜欢船 看看这个时候 他们发现什么了呀 哦 他们发现这里 正好 有一艘小船在湖里面 对吧 look 你看 there is a boat on the lake 哦 湖面上呢 正好有 一艘小船呢 look there is a boat on the lake 好 我们再把这两个 许对话 来读一读 I like boats I like boats I like boats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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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a boat on the lake there is a boat on the lake 哎呀 不错啊 这个Bill 喜欢的 还蛮多 看看他是不是 还有其他喜欢的呢 我们来接着看 哦 他还说 and I like flowers 哦 他说呀 而且呢 我也喜欢 花朵 这里的and 表示 而且 就是还有 and I like flowers 我喜欢花朵 同样的这个 flower 加了一个s 也是很多很多的花 flowers 这个s呢 跟之前我们学过的 放在cattle的s 发现的声音 发出s flowers I like flowers and I like flowers 我呀 还喜欢花朵 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 发现了非常非常 很多很多的花朵呢 你看看 look they are flowers in the grass 哦 他们在这个草地里面呀 发现了 很多的花朵 they are flowers in the grass 好 我们把这两个对话 一起来读一读 and I like flowers and I like flowers look look they are flowers in the grass they are flowers in the grass 哦 比尔这个时候 又告诉我们 他喜欢花朵 我们看看 这个时候他们 好像非常开心了 看到了 啊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天空中有一些小鸟 对吧 看看 他这个时候 是不是告诉我们 他喜欢小鸟呢 看看他说什么了 I like birds 啊 我喜欢小鸟 I like birds I like birds 他喜欢小鸟 那接下来 小鸟是不是听到他的声音了 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来瞧一瞧 哦 你们看 哇 有一只小鸟 飞到了他的头上了 看看这个时候 这两个小女孩 哎 又是拍掌 又是哎 笑得很开心 他们就说 look 哈哈 哎 你看 哎 小鸟飞到你的头上来了 look 哈哈 哎 这就是一种 哎 我们汉语 汉语里面一样的 笑出来的声音 哈哈 哈 好 那么这个故事呢 哎 就告诉我们 他们去公园里面 哎 逛了很多地方 告诉了我们喜欢的一些 公园里面的 哎 植物呀 还有动物 哎 希望同学们也可以去公园里面 逛一逛 好 今天呢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接下来呢 哎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哎 我们这 这个本课的总结 我们这一课呢 学习了哎 写新单词 对了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grass flower lake 很好 哦 这个是小船 boat 还有我们学过的树 tree 还有小山 对不对 heel 啊 那么这些词呢 哎 顺便我们就又学习了 表达这些词的一些句子应用 也就是there be句型 那么注意一下 有个there is 和they are的区别 这个呢 一般描述的是 哎 后面存在的 有的那些 是一个的概念 这个呢 有 但是呢 有的那个 物体 或者是人 或者是物 是很多的 所以这是区别 意子和啊 那么这个单元的内容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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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